今天很开心要跟大家谈的是 蝶骨巴特之美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谈这个蝶骨巴特部分呢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抒压的方式 尤其是说对于我们本身不太会做美术方面的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刚好可以借一些美才来表现我们的艺术之美 那现在我就跟大家分享说之前做的一些作品 那请看我们的第一页 这个的话是我们的珠宝盒的部分 那看起来我上次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说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 可是这个花的部分呢是立体的花 那为什么我们会做立体的花的部分 是因为一般我们在剪裁的时候会觉得说它是太容易了 就是只是拼拼贴贴就可以了 那我们要做这个的话 其实都要去构图 我觉得我们蝶骨巴特的困难点就是说 我们要去构图 那在构图的当下呢 其实已经有一种抒压的感觉了 另外呢我们就是为什么要用专用纸 因为专用纸的话贴起来的话才不会有一个 服贴上面会有一些问题这样子 那专用纸的一个贴法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蝶骨有很多的做法 那这个的部分是比较困难的是 我们一定要先上色 上好色之后再把它磨平 磨完瓶之后还要再上色 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心地不下来的时候 是很难去做到这个的部分 那我觉得在对我来对我来讲的话 为什么我会喜欢蝶骨巴特的原因 是因为今天那个秀婷有跟我 就是有在询问我 为什么我当初会做这方面的一个部分 因为其实我早期的老师 他一直觉得我很适合日本风的那个画风 所以他一直叫我学画画 可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 在那个无中生有的当下很困难 那刚好接触到这个蝶骨巴特 我觉得哇塞太好了 解除了我一些困扰 就是我觉得我基本上 不能无中生有 可是这边有现有的媒材 但是我可以透过这些媒材呢 来让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很在活在那个当下的 那个剪裁的部分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个对我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那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当你觉得说你哪一个方向是对的 你就一定要坚持 所以刚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有一位老师就说 你要不要去考证照 那我就觉得赚到了 因为呢考下证照 当下我都觉得我都是 享受那种我想要学习的乐趣 可是之后每一样的回应都是在我身上 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请看第二页 第三页不好意思 这个呢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们有用那个劣迹的部分 所以呢不是跌骨八个 只有看到说专门只是来剪裁就可以了 这个还要用上劣迹的部分 那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做的吗 猜对的人 我送他一个 我想你看要送什么比较好呢 好一个跌骨八特的杯垫 今天只送出一组哦 一定要猜对哦 饼干盒 不是 提袋 也不是 快快猜 鞋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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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 要把红酒盒拿来做 我们都会认为它是一个 就是 我我只是拿来装红酒 可是呢 我就把它做成这样的一个成品 就像我们刚刚知道大家猜 都猜不出来 那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说我们可以废物再利用 让它升值 即使我今天画在旁边 就有一种艺术的感觉 好再请下一页 这个呢 刚刚我有说了 我们就是用立体的部分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画框 看起来是 可是我们是立体的 就是等于我们的那个花是 一层一层的把它叠上去 那同样的 只要讲到蝶骨的部分 基本上都要用专用胶 专用纸 那这样的一个部分会比较好 那可是在初学者来讲的话 基本上可能有时候会用 所谓的餐金纸 对 会用餐金纸 那这个用餐金纸的部分呢 会比较便宜 可是做起来的效果一定不一样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讲的话 我们会希望说就是让他用餐金纸 因为就是想让大家能够入门 那另外入门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觉得说这个部分是让大家比较容易上手 那刚刚我为什么会说我们可能就是会先送一个杯垫 因为基本上杯垫它是平的 比较好制作 这样子 好请下一页 这个呢 是一个画布 画布 画布做的 对 就是我们画布 然后这个构图的部分就要想说 我今天我想要呈现的什么 所以呢 我记得上次让大家看到的 我们是比较中国风的部分 今天看到的会比较是欧洲的一些产品的存在这样子 好 再下一页 这个呢 也是一个画布 那然后其实有时候我们在作画的时候 会不太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要再想说 我今天想要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想要说 今天如果我要送给这个人的时候 他的个性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送他 唯一独一无二的一个作品在的时候 然后拿到当这个人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会很开心说 原来你是这么的用心在为我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一个产品所以就会很开心 来再来 这个就一定要讲了 这个是珠宝盒 很大的一个珠宝盒 而且是很重的 那我要讲的是因为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买的材质 有些是用柯成板的部分 但这个一定都是要用木头 木头来做的 所以基本上都非常非常的重 好 再下一页 这个就是他的室面 我拍他的室面的部分给大家看 就可以看到说 原来我不是只有一面 做同样一个东西就好 室面我可以做不同的发射 再来 这个是他的上面 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作品 这个就是用木板 那是用所谓的我们讲的 类似沾板的做法来做这个产品的部分 好 再来 这个是我们做杯子 用杯子来制作是最简单的 那所以这个是最容易的 好 再来 这个就比较难 因为我们在配色方面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在上这个经期的部分 非常的不好做 但是刚刚有让大家看是中国风的杯子 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欧风的部分 好 再来 这个就是一样 这个是彩绘的 跟刚刚第一个杯子的话 大家又是不同的 好 再来 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讲的 就是他的四面 这又是不同一面的 这个比较困难的点是 因为我们都有用上金箔 那我们都知道金箔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轻 所以在要黏在上面的时候 是很困难的 好 再来 好 再来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只要是有一些 这个 对不起 这个的话是托盘 同样我们在做托盘的时候 一样要有一些构图 那然后也要想说 这个托盘我要呈现什么 这个做法又跟之前的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会有上保护期的部分 可是这个我们我要上的保护期 让大家又感觉到说 我根本好像没有上 那为什么要上保护期呢 基本上是我要保护他 不要让他一下子就有被破坏的痕迹存在 再下来 这个就是刚刚已经有传过了 不好意思 好 再来 这个我们刚就说了 是红酒 红酒的盒子 来 完蛋了 其实我要讲的重点是 因为我们的叠骨巴特 不是只有用在木头上 同样我们也可以做在 那个蹄带上面 墙壁上 墙壁上当然也可以 只要你愿意让他做话都可以 只要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材料 基本上都OK 那我最喜欢跟老人家做的一个作品 就是废本的部分 他做出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一个本子 然后他会在里面想要留给他子孙 写了一些主意的话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 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谢谢大家 好 我们非常谢谢慧珍 今天我们回到第一页他的主题的地方 就是今天呢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气质高雅 温柔婉约 学富居的我们的慧珍 来为我们分享 那我们在做一个主题分享的时候呢 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 叠骨巴特 这四个字呢 其实很多人是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叠骨巴特创意之美 还是叠骨巴特 这叠骨巴特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呢 要提升的部分就是 下一回你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第一张的PPT 甚至是两张的PPT 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叠骨巴特 比如说很多人 可能这四个字都不知道该怎么念啊 因为你看哦 我们这个打字的部分 叠骨巴 这个巴的字有没有比较大 这个特看起来是比较小 可能会以为叠骨巴特创意之美 所以呢 下一次在做的时候 叠骨巴特是一个词吗 所以在创意之美的地方 请控至少半格或一格 让别人区分 比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叠骨巴特 因为以为是叠骨巴特创意之美 是吗 有没有 或者是叠骨巴特 那么请问什么叫做叠骨巴特呢 这是一个蝴蝶园吗 还是一个咖啡厅呢 还是像我们这个天使老师 亚惠老师的这个什么精油18馆呢 那请问一下 你可以30秒告诉我们 叠骨巴特是什么意思 所以记得下一回你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做两张PPT来介绍叠骨巴特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吗 就是他到底是 是源自于欧洲 美洲 英国 德国 还源自于哪一个人 他一定有一个创办人 一个发起人的一个缘起 对吗 这是一个介绍 他到底是谁 到底是什么东西 OK 第二个 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学习 跟那个都会有一个目的 跟目标 好 那学叠骨巴特 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疗愈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天使老师 杨慧老师 他示范的这个花金花波 是让女人怎么样 更年轻 更美丽 他的线条呢 可以紧致 可以说说 可以回到17岁 少女一般的脸 对吗 所以他到底是什么用意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还有他最重要是用在什么部分 比如说我们 你就说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老人 对吗 好 再来最重要的是 真感情就是好文章 与跟我说一次 与我有关我付钱 与我有关我付钱 就像刚才我们的天使老师啊 我第一个就很想问说 这个多少钱啊 这课程多少钱啊 这个花金多少钱啊 我赶快来报名吧 因为与我有关嘛 老师每天要上台 是不是也希望我的 左半边右半边 包括我的额头各方面 都变成17岁这么美 所以到底他的作用跟目的 可以帮助哪些人 还有最重要是 跟我的连结 与我有关 那慧珍为什么你要去学这个东西 可以一分钟带过 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 你是在几岁的时候 因为怎么样而来学了这一个 例如大家还记得 非常美的国标舞老师 刘真老师 虽然他已经在天堂了 但是他的这么优美的舞姿 成为这个台湾国标女王 然后后来成了这个明星 他是因为身体不好 小时候常常生病 所以他妈妈让他去练跳舞 因为练跳舞可以怎样 调整他的身体健康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国标舞 好来总结一下 可以更提升的地方 第一 第一个要把别骨巴特讲出来 好那30秒告诉我们大家 什么叫做别骨巴特 他其实不是一个蝴蝶员 那也不是一个咖啡厅 那是什么 应该是我们早期 中国把我们的那个贸易 传到欧洲去 然后这是我们的漆器的部分 后来是因为欧洲人 他把他的贵族 因为喜欢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他们又把他发扬光大 然后就是因为 早期的那个木器都很贵 那他们就为了说 我的东西变旧了 我希望有一个新的生命产生 所以他们就用跌骨的方式 好非常好 来给大家听到这里 虽然只有短短的30秒 第一个是中国到欧洲 然后呢 他其实又是一个很昂贵的 期趣可以自己来做 再其实可以非常的环保 应该我们看惠珍所讲的这些东西 他可能是一个 什么红酒的盒子 或者一个什么的盒子 是不是也非常的环保 OK 好那我们谢谢惠珍 好我们谢谢惠珍 跟我们分享的跌骨巴特 当然了 跌骨巴特呢 有兴趣的 我们也可以请教我们专业的 惠珍老师 他在这边琢磨了 大概十几年的时间 从小孩子 他们小孩子上学一直到现在 本来只是一个兴趣 那现在变成一个专业的讲师 所以以后有什么对跌骨巴特 想要更深入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请问一下惠珍 那线上呢 还有很多的好姐妹 因为今天是线上最后一堂上课 所以我想请线上的好姐妹呢 各自分享一分钟 在这段时间的学期的情况之下呢 大家学习到 获得到最后的一个心得 好吗 那刚开始 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厨房 厨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分钟 来谢谢厨房 大家好 大家晚安 好 我在这边就简单二要讲一下 我觉得就是 东美会长吴思的奉献 还有景珠老师认真的教学 还有秀琳主持的庙宇如珠 那还有姐妹们 自评可圈可典 真的是 赞 然后我虽然是一个菜鸟 但是我发觉到 我学习到很多 收获很多 对 然后我在此 我真的非常谢谢 那有练习就有进步 那景珠老师 我真的觉得她超优秀 我们还有我们所有里面的姐妹 真的超棒的 然后在疫情当中的时候 还能够这样 因为疫情像我有参加其他几个会 如果你疫情一旦没有这个 大家再继续联络的话 感情相对的也会变得比较淡 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的感情越来越好 而且在这一段时间我学到非常的多 尤其是今天特别上了一课 一个人一生所赚的钱 只有12.5%是来自知识 那高达27.5%是来自知识的沟通 谢谢 非常优秀的学生 就是他一直都在线上我们跟我们一起学习 谢谢我们厨方 相信你也获得满满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我们的玉京 玉京来做我们分享 已经一分钟就一分钟 非常感谢我们景珠老师 无师的奉献 还有我们东北会长 这么慷慨的奉献他这个地方 供大家来使用 还有我们的律师长 秀人这么优秀的主持 还有各位好姐妹 大家都这么热忱的参与 已经30秒了 总而言之 我比较不会讲话 我前面因为治疗牙齿 所以多缺席都没有来 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抱歉 可是后面来我还蛮认真的 那今天因为我师子会开会 所以刚一半才跑来 不好意思 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这个魔法班 开设的非常成功 大家都收益良多 这个希望能够继续 谢谢景珠老师 谢谢各位好姐妹 大家的相挺 更感谢我们东美会长 无私的奉献 谢谢 谢谢玉京她直接说的刚刚好 一分零三秒 我只能跟你说 你只要有参与就有收获 所以无论你怎么样 只要你有扣 就欢迎来我们线上 我们这个是随时都欢迎您来的 参加的 谢谢 好来我讲一下30秒 接下来的每一位 因为我们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前面的问候都不用了 你就直接讲 你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透过了这个线上的例会 包括我们前几届的会长 还有老师教导 跟各位练习 从大家分享里面 你学到了什么 一分钟 OK 其他的这些寒暄问候都省掉了 就像刚刚特别像我们的玉京姐姐 特别有礼貌 一分钟里面他30秒已经不见了 所以今天如果是一个考试的话呢 怎么办 一定要把握好规定的60秒 好的 烹火主持人 好 我们锦主老师的题点 大家都记住了吗 其实一分钟是很快的 只要讲重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就是 我们的雪莹 雪莹来一分钟的分享 开始 不好意思 我是刚开启 就是这三个月的领受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 然后在这个辈子里面 我可能就是 只有现在才领受到 是我们这个现场是最有意义 然后我也愿意一辈子 在旁听当为最好的听众 可能这辈子也享受不到 就是在这里才可以 谢谢 40秒 谢谢我们的雪莹的分享 接下来是我们请美姿 美姿 我在这三个月学习到 我讲话比较容易紧张 可是我觉得景珠老师说 来你亲爱的 兴奋 对兴奋 兴奋 好兴奋 认真的准备 轻松的面对 善用声音 深入人心 讲话要轻一点 慢一点 柔一点 甜一点 我有慢慢在学习进步 那其实我觉得学习是 每天都是自己要练习 如果没有练习 事实上就是老师还是老师的 那我觉得说这一点是 因为工作比较忙碌 所以比较没有很认真去做好这一点 那我慢慢 即使是没有上课 但是自己也会慢慢去学会充实自己 这样子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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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每次的分享 今天刚好是每次的生日 来我们祝每次的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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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我们就帮我唱一下 Happy Birthday to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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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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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若天仙 飞上枝头 当凤凰的美枝姐姐 身体健康 何家平安 谢谢 希望 财源 满满 所求 所想 都会实现 你是最棒的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好舒服 有我们请朱老师满满的祝福 她口吐莲花 自私经典 经典 对吧 祝福你生日快乐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书圈 书圈 书圈 大家好 好 这个 不要问好 没有问好 没有问好 没净丁 没净丁 已经十秒了 很好 好 对那个 锦柱老师辛苦了这段时间 就是他付出他自己的时间 那跟我们 教导我们 然后跟我们分享 他无私的分享我们 他一些 他个人的一些技巧 他的 他的功夫 那我觉得就很幸运 就是也有这个机会 可以做这些 做这些很很学习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 这个 书圈 他今天呢 把他超帅的大太阳带来了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 TVBS年代台式中士华士最厉害的 制作人跟这个技术总监 他在外面的办公室呢 用了一台notebook 帮我们今天 所有的例会跟魔法班的课程 每一个人的讲话 每一个人的肢体动作表情 全部都录下来了 所以我们借由排山到海的掌声来 谢谢我们淑娟跟他的大太阳 好 谢谢 好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我之前呢 在家 在家 上线 就是叫做混水摸鱼 在家真的是混水摸鱼 视频打开以后 然后呢 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这几个礼拜来现场呢 真的 收获良多 就是有进步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会长 东梅 谢谢 对面每次都是非常准时 我们八点上线 他六点就在今天报道了 还帮我们准备一些吃的 真的非常热心 他虽然是我们的新会姐 我觉得他已经 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我们的会姐 谢谢我们的贵妹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请淑莉 淑莉来跟我分享 我们这是完全CUE 一分钟 一分钟 一分钟很简单 好现在已经一秒了 要了 淑莉来讲一下 淑莉说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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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刚才我们的 淑莉说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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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莉呢今天把他的大太阳 水非常帅的天佑大太阳 异起来就是 淑莉 誒对 不是 收姐妹 放送我姐女 她是你姐妹 美一送你 那我们淑莉每次来的 都也是会把人人 分 Wasser再来 马三太阳呢 她的这个服务真的太好了 帮我们大家拍照 露零 祷 shifts 这是还帮我们大家服务的 服服贴贴的 大家都爱上她了 那我们的主依条件 就是跟她說可以只要比你剪一分就好了 她說找不到了啦 好啦 蘇莉來 請說面對鏡頭來 沒有找到你 華新人才背出 臥府長榮 高手在華新 太厲害了 謝謝姐妹們 這一段期間讓錦珠老師 還有我們的會長 廢新人 謝謝他們 謝謝 好 我們當然呢 馬依宋依啊 這個偉大女人幕後的推手 我們的大太陽露臉一下 大太陽幫我們分享一下一分鐘 來 大太陽 請就老師 東美會長 還有各位會長 前面大家好 好 這幾年來 讓我感觸很深就是 你只要多學習 多參與 你就會更深入的吸收到很多知識 講話 學識 各方面都會進步 因為華新的人才很多 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 然後大家就像一家人 每一次出遊啊 大家小小人 好像是一部遊覽車也好 還是一部小轎車也好 每一次都充滿了歡樂跟回憶 然後我們期待在東美會長的 帶領之下 讓我們華新越來越棒 加油 谢谢我们的大太阳 常常都是这样帮我们做服务 默默的帮我们做服务 它不只是淑地的大太阳 也是我们的大太阳 对不对 大家有非常的有感 好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雅慧 雅慧来跟我分享一分钟 好 各位线上的姐妹们 我们的东美会长用心策划 然后带领我们的秘书团队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金牌主持 景朱老师他的 那无师的奉献在三个月内 每一周都是在同步的线上里面的 就是与时俱进的跟姐妹们 无师的奉献 无师的交流 那我们华星本来就是属于一个 共享共好的一个团队 那算是大家都是卧虎长龙 大家都是用卓越学习的心态 来在这边学习满满 那表现出自己丰盛的舞台的滋光 谢谢 祝福大家都有丰盛的每一刻 谢谢我们美若天仙的雅慧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请秀兰来跟我们分享 秀兰 各位姐妹大家好 这三个月来真的是非常谢谢 景朱老师无师的付出 那我觉得这三个月我真的学了很多 然后呢也吸收了很多不同老师 不同领域的一些知识 所以呢我觉得收获满满 那我想说这三个月里面呢 那景朱老师有几个重点 就是要我们说每天背一个糖丝三百首 还要有四句成语 每天都要有十句的成语 再来呢就是要一句顺口六 这就是我一直好像还没有完全做到的 所以我要自己再加油 那另外呢景朱老师有告诉我们说 说话要慢一点 甜一点 柔一点 轻一点 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我有进步 然后呢今天我又学到了一项就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 又有一点激励我的地方 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可是呢我觉得今天老师 老师有告诉我们说 不能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也不要拼命想说自己想要说的话 所以说话要精简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秀兰 秀兰也是非常的认真 每一行都会有参与我们的现场课程 那我们是美华 美华来跟我们分享 因为时间的原因 很好说想让每一位学员都可以都分享 所以都快速的分享 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景朱老师 他在我们三个月前这样子 我一直巴着他的时候 他都好认真的在指导我们 那我真的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慢慢的我就是有提升自己说话的勇气 因为我其实坦白讲面对镜头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当然可能在疫情那段期间 在家里很有空 所以我就拨了很多时间去练习 那后来因为最近可能生又开始又忙 不过我其实我在练习那个过程里面 我看到就是 当你真的愿意去努力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你愿意躲墨在哪里 成就在哪个地方 我就发现以前你说叫我这样面对 我只会笑 我不会讲 对很糟糕 但是就好像我觉得 我也是要非常感谢我们东北会长 非常感谢我们东北会长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在线上学习 那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是要把握一下 虽然我们这个课程结束 可是我相信锦主老师如果你愿意放上视频 锦主老师还是愿意去找我们 所以大家好好享用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的美皇 也就是我们下一位会长 我相信他经过我们的魔法班的训练之后 一定是非常的吓吓叫的 我们接下来欢迎Vicky Vicky欢迎 Vicky吗 Vicky 还有Victoria 有吗 在吗 这个是谁啊 好 我在 Vicky 可以露脸吗 Vicky 露脸不行 好 那我们听 我都一直旁听 然后我知道这些前辈们都很容易 Vicky还是Victoria Vi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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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美玲 美玲 对 有时候不一定准时收听 可是觉得前辈都很值得学习 都很用心 我要跟他们学习 好就先这样子 因为我小孩在 我肯定再陪他一下 好 谢谢 谢谢Vicky 分享 拜拜 Victoria在吗 我刚好像有看到彤彤 对啊 好险的 Victoria 慧珍在吗 在吗 嗯 好 慧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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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一下你三个 这三个月里面的学习心得吗 嗯 好吧 分享一下 没有啊 其实真的要谢谢 东门会长都给这个机会 然后呢 体育老师也一直在鼓励我们大家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要放下心 就是要说兴奋 那今天我在讲的时候呢 我发觉就是我一直 刻意要让自己讲慢一点 慢一点 非常好 所以我就觉得说 其实你说没有学到吗 一定有学到的 只要看你学的多或少 愿不愿意用在食物的经验上 所以我觉得 每个滑心姐妹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而且是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 运用 挺多老师跟我们讲的部分 那希望可以好好的 再把每天的三个重点 三件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那这就是我最 最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我们的慧珍帮我们分享 45秒 非常好 把握时间 那当然了 我自己也在分享我自己 其实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 我自己真的学习最多 当然是因为 就像刚刚没选干妈讲的 我的事情要准备 事后是中间 还有呢 我敢于面对于镜头 从刚才开始不敢面对镜头 到现在面对镜头 而可以谈笑至如 我还觉得反应会比较快一点点 还有呢 我觉得我自己在表达能力 还有人际沟通上面呢 我也进步了一些 进步一些 但是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我也希望呢 在这次的魔法班里面 我还可以继续的 跟我们的国际名师 吉祖老师的学习 因为我觉得 我在讲他的声音 有没有比较柔肥一点 有比较 打拼一点 对不对 也比较轻一点 那我觉得这是我 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的 经过我们吉祖老师 耳提灭命 我觉得我进步真的很多 在此我要非常感谢 我们吉祖老师 还有我们东美会长 好 十分钟 谢谢 好 当然 我们当然要 我们要邀请我们幕后最大的揮手 以及我们的工程 也就是我们的东美会长 促成这一次的模法 就是炫上学习的课程 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东美会长 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支持一下 我们要请他来跟我们支持一下 就是教导 我这段期间是我从黑白变成彩色 真的有你的爱护 我丰富了我这段时间 虽然也很忙 真的也很忙 要打点这些也会一点心 可是您付出的比我真是太多了 我希望在下次的可以当会长的这几位一户二户 再次要出场的时候 哥哥都是精英 不要像我那时候那么的害怕紧张 这是我最大的目的 给我们所有的姐妹 都是每个出场 都是亮晶晶 代表我们华心 其他没有任何的仪式 只有让我们姐妹进步 是我最大的心愿 其实大家都有进步的机会 也感谢景竹老师对我的力挺 因为有你让我的人生丰富了 不管我做得对或错 我希望你们都能包容 姐妹今天本来就是包容的 有什么我不对的 可以告诉我 我很容易去改进的 有我对的 也希望你们继续的支持我 感谢我们这些姐妹 三个月来22次的例会 也是我们线上的学习活动 感恩你们 谢谢所有的姐妹们 感谢大家 谢谢 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会长 他的用意真的非常的深 他不是要自己好 他要我们的姐妹共好 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有在表达能力 在人际沟通上面 都可以比其他人更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真的赚得很多 因为景朱老师的一堂课 是人民币49,800 而且他在我们魔法范围 要重生的是 他完全是无常的 情义相比的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 大家也可以知道 只要有问题发出去的时候 景朱老师都是用最快的速度 来回答大家 让大家觉得满满的欢喜 满满的开心 这就是我们景朱老师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敬佩 也让我们一定要跟着景朱老师去学 如何成为国际的知名演说家 已经超级的金牌景主持人 这是我们的目标 目标是每天每天都在进步当中 那当然我们请请看 我们也要请景朱老师来说几句话 对我们这些魔法班的学生 有没有什么需要更提升的地方 感觉今天蛮像是台大博士班的毕业连离 待会的音乐麻烦用一下李一个 非常开心在这三个月的时间 一共有12次的例会 跟线上的学习 大家都非常的认真 我听到每一个人的分享有进步 尤其是东方美人说 我让她的人生变成了更加的彩色 事实上大家都是因为东方美人 她的这个非常认真 非常积极 非常专注 而且非常奉献的 当然每一位会长都是一样 都为华欣非常认真积极努力的奉献自己 所以我被她感动了 因此我本来以为我只要上一堂课就好了 结果坐在我旁边的这个 新美如华的美华 就紧紧的 记得成功有哪两根 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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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紧紧拉住我的裙脚 抱住我的大腿 所以今天能够有12次的金牌主持人 大家要谢谢东方美人秀琳金牌主持人之外 最要感谢的就是我们的美华 大家要谢谢淑莉 还有谢谢每一位姐妹 那身为一个国际名师呢 最开心最感动的就是 大家都非常的认真积极的学习 学习学习再学习 练习练习再练习 师父 请进门 修行再设人 像刚刚是美之姐姐 还是秀兰姐姐讲的 就是自己练习 学坏的都是你自己的 谁都抢不择 那老师的 还是老师的 记得 天雨虚 无垢之草 佛人说我 佛人无垢之草 要时时刻刻的把握住 每一次的机会 大魔及永恒 我们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的 尤其是烹火的金牌主持人 给他下的一个目标呢 就是下一次小巨蛋天会 他跟鼠里都会再生 还有美华 对吗 我们的彤彤啊 我们的慧珍啊 大家都会上这个小巨蛋的东西 你要设一个不可思议的大目标 一起说 不可思议的大目标 不可思议的大结果 热血沸腾的目标 才会有热血沸腾的结果 其实我非常的开心啊 就是这三个月呢 我每次呢 都要非常感到一个幕后的推手 就是云树 每次都为大家了量身打造 适合华星姐妹的PPT跟课件 那云树呢都会熬夜 甚至是很早四五点就起床 来帮大家制作这个PPT投影片 还有就是淑娟跟她的大太阳天佑 每次呢都为我们做了很多幕后的工作 所以一位名声音的养成 是有一个庞大的幕后团队 每一位华星的姐妹呢 非常感恩你的参与 还有大家一起来团结合作 尚心力 尤其在疫情的期间 就像我们的天使老师 也会老师所讲的 非常想念大家哦 那今天呢在压轴的时候 再跟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重点一起说 一个人一生所赚的钱 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 来自知识 到达百分之八十七点五 来自人具沟通跟表达力 表达力就是你的什么 主持力就是言语力 很多人说老师我又不当主持人 其实人从出生到回天堂 每天起床到睡觉 你的讲话跟人沟通 其实就是一种主持 就是一种演说对吗 那你学会说话说好话的艺术 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家庭 对你的人际关系 对你的事业 对你的财富 对你的健康 都有最大的一个帮助 再来在 我觉得东美姐姐呢 真的是进步神述 以前每次请她讲上说 不要了不要了 老师不要了不要了 可是你看现在随时call她 随时cue她 她都可以把老师教的 主张者的三个重点 讲一遍 加上赞美 就是最好的总结了 她刚刚说过 在对的时间 讲对的话语给对的人听 有吗 有 然后呢 就把简直老师看美了一遍 叫做我丰富了她的人生 那她的人生 变成彩色 对 当我开听口时 大家一起说 当我开听口时 大家忍不住 对我 听 看听 还有四大关键 就是音乐节奏 适事时间 今天是我们 华欣博士班 金牌主持人家 超级国家文化班的 博士班的 毕业典礼 那博士班毕业了以后 还有什么呢 台湾化工 浩鼠 对不对 还有博士的博士班 对 然后刚才就像秀琳所讲的 主要大家多一点面 你热情的 你积极的 你渴望想学习 金珠老师 永远都是你最好的老师 永远都会在你发上来的第一时间 给你最好的提升 建议等分享 你指导 祝福大家 下转目标 成为小巨蛋的金牌主持人 跟国际超级演奏家一起说 我就是国际金牌主持人 我就是国际金牌主持人 我就是超级演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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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之心 离财富最近 所以我们也要 感谢我们所有历届的会长 包括我们的新杰会长 我们的红纸会长 我们的秀卫会长 我们的顶期会长 木沛会长 还有我们现任的东北会长 还有感谢我们在这三个月里面 为大家呢 非常经常的在这个 准备这个线上的我们的秀琳 淑丽美华 彤彤慧珍 还有很多很多的云初 以及所有竹娟 还有参与的每一位姐妹 你们都是华星最棒的达娃娃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独一独二的 今天是我们博士班 我是金牌主持人 魔法班 博士班的毕业典礼 还有博士博 Postco的班 好 祝福大家 设定你最伟大的目标 成为一个超级演说家 超级金牌女士人 在你的人生当中 说好话 学会口吐莲花 学会赞美的艺术 所以你的人生呢 一定有百倍的提升 祝福大家欣赏 欣赏 幸福健康 合家平安 事业兴望 才云文稳 所求所想 一切都会呈现 这一次 渴望是你能力唯一的限制 谢谢大家 我爱你们 请各位同学 请各位姐妹 把镜头拿给我们的拍文照 好吗 看得到吗 可以 可以 有吗 东美姐姐呢 有 有 可能没有看到你 有 有 怎么用啊 对 那我们每次姐姐 比了一个爱心 大家一起 好可爱 好可爱 有 有 有 可以 每次 东美姐姐没有看到你 有 好吗 我们这边看不到 我怎么用不出来 我怎么用不出来 好来 一起帮我们爱一下 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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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个夜 比个夜 好吗 比个赞 比我赞 比我赞 来 来一个花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我们要继续学习 我们要继续学习 绝带27号见面了 谢谢 大家27号见了 拜拜 拜拜 要开箱